好 那我們來看剛剛生息報導裡面 你看到了有房東已經說這租金 基本上他繳的房貸漲了 所以房租也要跟著漲 以及現在在背房貸的人 每個月負擔也變多 甚至說連門診費用都可能漲 那下個月台電電費要調漲 我們直接帶你看可能的影響 以你家我家家裡的電費 用電度數雖然在700度以下 這調漲幅度是最小 5%來算 一個月電費如果3000塊 還是會多個150塊嘛 那大家更擔心的是用電大戶 像高鐵台鐵 北中南的捷運公司 甚至客運業者 傳出他們現在公路客運 已經交出了方案 跟交通部說 我們要調漲 而且漲幅是落在7%到23% 一張票如果600塊來看 最少也會貴個快50塊 如果說以遠途 以國光客運 台北到高雄 現在票價600塊 調漲之後最貴 可能會變成738塊 捷運各間公司也都表示 他們現在的電費成本 已經佔了他們的營運 營收的一到兩成 如果電費再漲 票價不漲 他們會吃不消 那還有鐵路 高鐵便當已經變110塊錢 還有28年沒漲的台鐵 你說他的壓力應該也很大 刷卡近站搭捷運台鐵 幾乎是每隔上班族的通勤日常 不過現在四月 店家調整勢在必行 用電量最高的軌道業 深受影響 業者大探吃不消 恐怕同樣掌聲四起 多年未漲價 但這次恐怕撐不住 台鐵對此沒有回應 而高鐵表示 整體評估後再討論決定 台北市長蔣蔓安也期望 中央能提供補助優惠 不只北傑攤開各家捷運用電成本 台北捷運公司和新北捷運公司 用電就佔營運成本 百分之十三到十五 桃園機場捷運 則來到總營業成本 百分之十九 若在上漲 電費估計超過五億元 台中跟高雄同樣可觀 高雄每年電費大約四億元 不漲價將有龐大營運壓力 另外以客運為例 客運票價漲幅也出爐 三排以調幅約百分之二十三 四排以調幅約百分之七到十一 公路局已經通報交通部 若以國防客運票價試算 漲幅若為百分之二十三 台北到台中原價三百二 漲到三百九十四元 台北到高雄票從六百 漲到七百三十八元 到最遠的屏東 也會漲到七百七十五元 除了對業者營運衝擊 老百姓的荷包恐怕也將縮水再縮水 華新聞劉俊男齊心慈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睿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